之前我们已经测过了50系的两位大哥 5090D和5080 如今定位更低的5070Ti也已经准备上市了 咱们今天就来看看这一代的70Ti到底怎么样 除了拼好针以外 它的性能方面还有没有什么惊喜 和4070Ti一样 5070Ti是没有FE版本 没有公版的 它只有非公版可选 我们这次收到的评测样卡是来自华硕的Prime 5070Ti 外观上Prime 5070Ti和Prime 5080保持了相同的设计 2.5槽加上轻微越尖的设计符合英伟达的SFF标准 体积在一众50系新卡里显得非常小巧 散热部分它的散热模组和Prime 5080 使用了相同的风扇模组 背面也有大面积区域透风的设计 同样支持双BIOS 拆下散热器 你可以看到散热模组和Prime 5080还是有一点区别的 它去掉了VC均热板 使用了一个6热管的散热模组 5070Ti和5080一样 也使用了一颗GB203核心 但规格上有所阉割 从10752个库大核心 阉割到了8960个库大核心 缓存也相应阉割到了48Mbps 编号是GB203-300 显存方面则保持了16G GDDR7的设计 这张Prime 5070Ti的PCB用料相当不错 作为MSRP价格的显卡 它的供电部分几乎没有虚焊位 总共搭配了14项核心加3项显存的供电设计 每项都搭配了一颗50A的Dr.Mose 应付5070Ti 300W的TGP应该可以说是绰绰有余了 显存颗粒的标称速率从5080的32Gbps 变成了和5090D一样的28Gbps速率 这代三星GDDR7显存可以说是非常能超 这更多是对于5080的一种象征性阉割 总的来看 这次的5070Ti规格上比5080缩水的不多 它更像是4070Ti Super的迭代 比上代的4070Ti明显性能定位上来的更高 这也让我很期待它的性能表现究竟如何 为了让你更直观的了解它的性能定位 我们这次对比了包括4070Ti、4070Ti Super、4080 Super、5080和7900XTX一众显卡 当然为了避免CPU瓶颈测出显卡的真实满写性能 我们还是继续搭配9800X3D加6000C28内存的测试平台 来看看这张5070Ti到底表现如何吧 老规矩咱们先从Benchmark开始 那么在3DMark Time Spy里面 5070Ti跑出了接近28000分的成绩 几乎和4080Super一样 相比4070Ti的代际提升大约是22% 比5080则要弱14%左右 那么在4K的Time Spy Extreme当中 5070Ti依然延续了这样的表现 成绩接近4080Super 低于5080约16% 和4070Ti的差距则进一步拉开到了26% 那么不过在Time Spy的两项测试里面 它的成绩是无法接近7900XTX的 7900XTX的Time Spy成绩相当可观 那么在Steel Nomad的两档测试里面 它依然和4080Super接近 不过7900XTX在Steel Nomad的测试里就没有那么强势了 它和5070Ti此消彼长 光追测试Port Royal里面的5070Ti反杀了4080Super 大幅领先于7900XTX 507的光追能力比起40系的确有所进步 从基准测试的成绩来看 在不开拼好针的情况下 5070Ti应该是非常接近4080Super的 那么实际游戏里5070Ti的表现又会如何呢? 那么这次我们同时测了2K和4K两档分辨率 满足大家的需要 一上来我们就先来玩竞技游戏 吃鸡 5070Ti在吃鸡里面可以跑到全特效2K 240Hz 这个成绩确实就是跟4080Super差不多的水平 4K可以跑130以上 基本也是约等于4080Super 功耗的话 5070Ti大概可以跑到290W左右 说实话 这个能效确实相比4080Super是没有任何进步的 完全相同的帧数 完全相同的功耗 你不说我还以为这是同一张卡呢 大表杆里面5070Ti可以跑到2K 135帧 这个游戏它的表现就稍微差一些了 4K的平均92帧 开平衡档DLSS能实现4K 120 稍逊于4080Super和大哥5080的差距在12%左右 再来看使命召唤 现代战争6 COD是为数不多的N黑游戏 这里面表现最好的反而是7900XTX 5070Ti还是比5080差个12%到13%的样子 4K下面差距会稍微缩小一点 大概7% 相比较于4080Super 5070Ti也是要稍逊一点点 埃尔登法环由于是个CPU瓶颈为主的游戏 所以在2K下显卡我们没办法测出什么差距来 我们直接来看4K 5070Ti和5080差距也是在12%左右 如果你不开光追的话 5070Ti是可以打赢4080Super的 开了光追之后还是会被反超 这个游戏由于不支持DLSS 5070Ti基本也就只能做到4K光追全开 接近70帧 不过反正大多数人玩法环也不会解锁帧数 可能这并不大有所谓 另一个新支持了光追的游戏是明朝 我们这次也加入了评测 有了光追之后 明朝在2游里的硬件压力确实算是蛮大的了 我们不开DLSS也没有补帧的情况下 5070Ti2K能跑到接近150帧 4K差不多就跑个80帧 好在游戏支持DLSS可以把4K的帧率拉高到150帧以上 明朝这个游戏 50系显卡倒是满占优势的 5070Ti比4080Super强了10%左右 和5080的差距也是10%上下 表现还不错 接着我们再来看几个支持DLSS4的游戏 霍格沃茨之谊的话 5070Ti的补帧还是比较可用的 因为这游戏的光追效果并不是特别明显 压力也不算大 哪怕跑4K分辨率 光追全开的情况下 开平衡档超分还是可以跑到70多帧的 这个基础帧率拿来补帧正正好好 有Reflex的情况下 尾影和延迟也可以接受 补完5070Ti能有个210帧的表现帧数 如果你有个4K高刷显示器的话 体验确实是丝般顺畅了 不过《心灵杀手2》的光追压力就比较高了 因为是路径追踪 在2K下光追加质量档DLSS超分 基础帧率有78帧 这个帧数可以开4倍补帧 但你到了4K下面就比较难了 基础帧率52帧 补帧的话能到160帧 我会推荐再降一档画质去改善一点基础帧率 这样可以让延迟更低 至于2077就更不必多说了 光追全开可谓是压力拉满 2K质量档加路径追踪还能跑到60帧以上 开个4倍补帧也算是体验还行 但4K就不用想了要开真身成的话就妥妥将画质吧 我们再测几个压力大的游戏 像黑神话就是妥妥的强度拉满 哪怕不开光追的情况下 跑2K分辨率如果不开DLSS 5070Ti也就跑个52帧 和4080Super一个水平 必须借助DLSS的帮助下才能跑到能看的帧率 至于光追我甚至是不建议你开的 除非你把DLSS开得非常激进 因为4K压力会更大 不开光追 到平衡档的DLSS也就勉强维持个60帧 应该说黑猴对硬件要求还是相当至高的 并且它是一个典型的AK游戏 A卡在黑神话里的表现可以说是相当受罪了 尤其是光追 黑猴的光追760XDX几乎一点都开不了 究其原因是黑猴在光追下非常依赖4050系的OMM特性 优化植被等半透明材质透光下的表现 A卡的光追单元不支持OMM 再加上光追性能本身就差一截 你就只能硬着头皮算了 这个性能损耗就要远高于2077和心灵杀手2 还有一个有点离谱的游戏是怪物猎人荒野 黑猴压力大 但是画质很不错 但是这个怪物猎人荒野 从最新的benchmark成绩来看 它是性能优化不咋地的同时 画质还相当的不咋地 5070Ti在2K下表现还行 但到了4K下 不开光追和超分也是跑不到60帧的 在DLSS超分和补帧的帮助下 才能有一个比较好看的帧数 那么荒野同样也支持光追 但RZ引擎的光追开和不开基本也没啥区别 看不出效果 帧率影响倒也不是很大 最后还有一个狗屋时机优化的游戏 就是前行者2 这游戏在没有光追的情况下 就已经榨干了5070Ti 2K不开DLSS才能跑个66帧 开了DLSS质量才能跑94帧 可以稍微有畅调玩 4K下原生只剩40帧了 也就是你必须得接触DLSS 才能玩得比较舒服 前行者2也是对5070Ti最不利的游戏 相比较于5080 2K差距拉到了15%以上 4K又是差了20% 算是差距最大的一回了 综合来看 5070Ti这张卡的游戏性能 就是4080Super的翻版 跟4080Super的差距非常有限 2K光山化也就差不到3% 而4K下几乎就没有区别了 两张卡的功耗也非常接近 在4080Super的基础上 5070Ti当然也还多支持一些50系的新特性 像DLSS4的多帧生成 至于和大哥5080比 它的差距其实也不是特别大 2K差出12% 4K超过14% 这个差距比基准测试力更小 可能超个屏你就已经能追的差不多了 而且和目前定位接近的A卡旗舰7900XTX比起来 5070Ti的光山化性能和7900XTX是很接近的 稍微差个3%左右 但是光追性能则远强于7900XTX 即便刨出过于离谱的黑神话 5070Ti的光追依然比7900XTX 平均强出30%左右 考虑到7900XTX的全新卡也得7000块钱 4080Super要价8000块钱 这5070Ti要是真能按照6299的MSRP来卖 确实是挺划算的 但是呢 这个6299元的MSRP真的能买得到吗 这个就得打个问号了 5070Ti的这颗GB203核心除了CUDA核心以外 还阉割了一组NVDEC视频解码器 不过这代编解码器本身就变强了 因此在PR测试中 5070Ti的成绩依然超越了4080Super和5080非常接近 但在更需要核心计算能力的Blender测试中 由于CUDA数目的劣势 它的表现是不及4080Super的 和5080的差距就更明显了 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大模型推理性能上 在本地部署的Deep-seek蒸馏模型的测试中 14B参数量的情况下 它的吐车速度接近5080 毕竟TDR7的显存带宽真的不低 但比较糟糕的情况出现在32B参数量的模型上 7900XTX虽然不支持CUDA 但是欧拉玛现在也已经有了ROCM的支持 而且它有一个决定性优势 那就是24G大显存 结果就是这些16G显存的N卡跑32B都会严重暴显存 反而7900XTX可以非常顺利地运行Q4量化的32B参数量Deep-seek模型 毕竟32B的Deep-seek还是要比14B聪明不少的 AI时代显存容量绝对是个不可忽视的问题 接下来咱们再来看看5070Ti的功耗表现 在TimeSpite当中 5070Ti基本上和4080Super表现出了完全相同的功耗 这50系卡的能效表现和40系相比真是突出一个原地踏步 300W的功耗强对于5070Ti来说 大部分场景当中它都不会撞强 那我们还测试了这张Prime 5070Ti在Speedway压力测试当中的温度表现 最终在20分钟的压力测试当中 核心温度也不过只有66度左右 比起有军轴版的Prime 5080反而还要更低 Cuda规模也相应小了一些 这也带来了发热的降低 这张卡的显存节温也仅有70度 烤机后的风扇转速为1800转出头 比Prime 5080稍低 噪音你是能听到的 但是不算吵 你们都知道5080很能超 细处同源的5070Ti超频潜力又如何呢 最终这张Prime 5070Ti超到了核心3.25GHz 显存32Gbps的频率水平 此时的Time Spy成绩已经干到了31616分 这已经非常接近公版5080的水平了 这个超频幅度真的不小了 这个测试做下来 5070Ti给我的感觉就像是一张加了拼好帧的4080Super 相同的显存容量 非常接近的性能表现 甚至连功耗都没啥差别 它和4080Super能感知到最大的差别 就是DLSS4的多帧生成技术了 6,299元的MSRP价格 可以说是50系当中目前最有诚意的一张 但问题在于这个定价 你是不是真的能买到手啊 你也看到了 这次5090D和5080 实际的成交价是远远高于MSRP的 如果5070Ti也是这样 其货可居 供不应求 那这个MSRP的意义就不大了 所以5070Ti这张卡是不是足够好 依然取决于能不能原价买到它 那下个月我们也会来看看AMD这次的手牌 9070XT 来看看这两家的七零之间 到底露死谁手啊 那么我们下期节目 再见